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费尽周折去东北请来技术专家韩永山 但是建一个大棚需要六七千元 这对年收入不足千元的农户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数字 王伯祥到田间地头洞员并承诺 大胆是天塌了我顶着 对于杀青责任他说 受损失的户限里补偿 政治责任我来承担 最终二十多亩玉米砍掉了 十七名党员带头建起大棚 1990年 十七个大棚平均纯利润两万多元 造就了十七个双万元户 王伯祥当即拍板在全线推广 第二年 五千多个大棚拔地而起 1990年 王伯祥匆匆忙忙赶到济南火车站 追上了临上火车的技术专家韩永山 当问明韩永山因不愿与家人分居两地 而要返回东北时 王伯祥真诚道歉 过去对你照顾不周 都是我的失误 他把韩永山劝回了寿光 并大胆拍板 聘请他为农业师 奖励住房一套 全家四口人户口迁到寿光 留住了带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 1987年10月 王伯祥带着二十万干部群众 浩浩荡荡开进寿北 向千年荒滩宣战 他主导低矮漏风的窝棚 与民工同吃同住 奋战了四十五天 在寿北开发总结表彰大会上 王伯祥离开座位 走到台前正中 向台下深深三鞠躬 表达对二十万干部群众的感谢 一千五百多人全都站了起来 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王伯祥领导寿光人民建大鹏建市场 掀起了一场改变农民命运 和改写农业历史的绿色革命 把占全县总面积百分之六十的布毛之地 变成全县的粮仓和银山 发展壮大骨干企业 打向工业翻身账 五年后 寿光企业总产值翻三番 利税增长近十倍 一九九一年十月 王伯祥调离寿光 五年间 他为寿光留下了三点三万个蔬菜大棚 一百二十万亩收益可观的 棉田盐田虾池 四千家蒸蒸日上的企业 十万多个万元户 带走的 却是一辆小货车就能装满的家当 其中最贵的就是一台旧冰箱 来送行的人越聚越多 大家纷纷握住王伯祥的手 含泪送别他们的伯祥书记 2009年 习近平在会见王伯祥先进世纪报告团时指出 王伯祥同志是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 2018年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 王伯祥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王伯祥已经离开寿光三十年 也被百姓交口传送了三十年 寿光人说 日子会流走 但是伯祥书记 他们会记一辈子 凌晨 都不信心 他在庆祝 何干什么 我会记得 他们会记得 他在庆祝 他在庆祝 在庆祝 他在庆祝 等下 他在庆祝 感谢观看